那Jason我想先問問你 就是我們看到說華爾街日報 就說這個有議員稱這是史上最強硬啊 很多人可能對這個國防授權法案其實並不是那麼了解 那在你看來就是說它這個法案 到底它的內容和力度 是不是這個史上最強硬你怎麼看 可以是這麼說應該是史上對華最強硬 對 其實這個就是說它叫國防授權法案 它每年都要出一個 今年出的是2019年就是財政年度的一個報告 因為這個每年這個國防授權法案就換了 就是花多少錢在國防上這個法案一定要出的 所以說它通常會在裡頭附加一些 就是說大家都公認的一定要執行的這種 就是說因為這個法案一定要 這個國防消費一定要執行 那麼在這個法案就附加一些其他的 就跟國防有一些關係的 但是同時的話不是直接國防的因素的 這個法案條款也變成美國的法律 那麼這一次的話呢就是說呢 當然這個法案很長大概4000多條 但是其實確實是加進了一些 非常非常關鍵的條目 剛才電視中就是栽露了大概5條左右 就是直接可以說是直接針對中共 那麼就是說在經濟領域的話呢 我們知道就是非常關鍵的是它擴大了現有 美國有一個叫做就是美國外國投資這個委員會 就是這個委員會它歷史上它已經有這樣的委員會 它的職能已經是在審批國外到美國投資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就是相關的法規 那麼呢這一次在這個受聯法案裡頭 特意針對這個加進了更多的項目 就是有關特別是還是針對像中國這樣的投資國家 就是從國家安全這個角度加以評估 而且呢對於出口技術 就是說呢就是美國如果哪個公司想到中國做生意 或者出口某個技術 這樣的話同樣也要遭受這個就是 沈牙委員會的這個審查 這就是加進了一個很大的因素 同時的話呢特意對中國好幾個公司 就是包括通訊公司中心華為提到了這樣的設備 幾乎就是說就是政府部機關就不要再用了 對另外的話呢其實媒體中沒有提到的 其實針對中國還有幾個就是視頻監控機構 比如說海康威視還有這個大華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海能達 就是這幾個就是說呢整個視頻監控的這種公司 因為他們過去這麼多年因為低廉的價格 就是幾乎就是掃蕩了美國這個整個市場 而他們呢背後又有很強的中共官方的背景 實際上這次法案又特意提到這些公司 也不應該就是用在任何美國相關的這個政府這個機構 或者說是相關敏感的地區 所以說這個法案在這條件上也是極其少見的 就是在一個美國的一個這麼大的一個法案裡頭 針對中國的這個這麼幾個公司 特意提出相關的法案 另外其實更關鍵的是 它特意有一個欄目叫做制定系統的 就是說呢叫做針對中國的美國政策 美國策略 而這個策略要具體的有個報告 這個裡頭就是強調就是 這是基於美國國會的一個嚴正聲明 這個嚴正聲明就是說呢 和中國就是說呢這種這種競爭 這種長期的競爭 就是相關於美國未來這種核心利益的 它需要美國各個部門 就是相關很多部門 包括就是外交軍事還有這個執法 一系列的部門綜合治理做這個事情 那麼在這個相關法案裡 它又提出來了一系列的這種相關的報告 這個報告中明確提到了中共 中共很有趣的是它特意提到了是中共不是中國 中共就是中國共產黨 是中共在整個美國 就是在文化界的侵入 在政治界的侵入 包括這個互聯網的這種黑客行為 還有其他的一些相關行為 就是你可以明顯的看到 這個就是法官 就是有關中國的內容是零落散落 這四千多條不同的條目裡頭 但是呢確確實實實在我看來的話 從來沒有過 從來沒有過這麼直接針對 這麼強硬的一個法案 當然這個也是就是各方面因素 忽然奇怪的湊成這樣的狀況 包括那個華盛頓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華爾街日報 就直接說說很奇怪的是 如果幾年前出關這個法案 美國的商界會大局反對這樣的法案的 奇怪的是在今天突然這個法案出來了以後呢 居然是在共和黨和民主黨草翻天的情況下 兩黨共同高票通過 在眾議院參議院同時通過 而且獲得了廣泛的 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的支持和商業界的支持 就是說呢 換句話說呢 這個法案就是說呢 整個美國整體社會突然對中共的態度 有一個180度的道路 你有事吧